我在財政委員會問了幾次 你什麼時候給我答案 你每次都這樣模擬兩可的 你要怎麼跟國人交代 你有膽子你今天就告訴國人 58億全體國人買單 這個黃委員我簡單兩句話跟你說明 就是我們會追查真相 依法追查 依法追查 有院長這句話我接下來看財政部 實際上面的作為是什麼 對嘛所以你接下來打算的具體作為是什麼 跟大家說明一下有這麼困難嗎 沒有打算要做什麼就勇敢的說 我沒有打算要做什麼了 可不可以請那個署長來說明一下 不用啊今天這個是你部長 你陪著院長在院會裡面回答這個問題耶 院長已經這麼清楚的指示下來了 政策立場也清楚了 結果那天你是陪院長開完會以後 對於院長的政策宣誓你們有放在心上嗎 不是啊這部分總是要由我們主管機關國庫署先 好來國庫署跟大家講你們目前的規劃是什麼 跟委員報告我們目前我們是根據行政院的調查報告 目前只針對公股代表就是當時的 你們之前講過的齁 就不用再複數了啦 那至於其他 我現在講的是賴院長宣誓完了以後到現在 你們打算要再做什麼 那部分是我們是要由兆豐銀行來 所以跟財政部沒有關係是這樣嗎 他是內部的 他是內部的 對嘛所以我問嘛 所以站在財政部的立場 是不是跟財政部就沒有關係了 基本上我們的立場是這樣 就是由兆豐銀行來 還到今天還在踢皮球 這個黃委員我簡單兩句話跟你說明 就是我們會追查真相 依法追查 你們今天的回答齁 讓賴清德院長在院會裡面 做得這麼莊嚴的承諾變成一場空啊 根本是空話嘛 沒有打算要做什麼就對了嘛 賴院長的話你們也當成耳邊風嘛 不是這樣嗎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你們接下來具體要講什麼 發一個函給兆豐 請他們依法追查 有打算要發這個函嗎 有嗎 跟委員包括目前是沒有發這個函 但是這個是根據這個 所以你們接下來具體要採取什麼行動 大聲跟大家講 以前講過的東西不要再扯了啦 這一部分我們是根據情人包括 所以我們目前沒有再進一步的 這個黃委員我簡單兩句話跟你說明 就是我們會追查真相 依法追查 所以那一天賴院長的宣誓 從財政部的角度上面來看就是 你們目前也沒有打算要做什麼嘛 那賴院長那天的宣誓有什麼意義 就是我們會追查真相 依法追查 依法追查